麻烦你讲一下这个伯特利教会 你说有二十几个教友 他的状况好不好 还有他跟社区的互动 我们二十几个这些会友 有中老年的康吏 有上班族的 也有高中生 也有大专生 也有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再加起来五六个家庭 这五六个家庭很单纯 透过董事会这边关心 我们就是运作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有一个使命 然后希望弟兄姐妹来这里 能够成为一个学会祷告 所谓和睦和一 学会健康的待人待处事 最后能够传扬福音的一个教会 那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使命 我们愿意走出社区 每个礼拜的礼拜三 早上九点半到十点半 这一个钟头 我们到法权安养老人养务所 那在那边带我们的阿公阿嬷 做运动 唱诗歌 讲故事 甚至在个别的聊聊天 我们将持续了这样的一个服务 已经有一年半 那另外一个地方呢 是刚七月份开始的今年 它是叫做 朱伦老人公寓 是活动力比较可以治理的老人家住在那边 但我们就用下午的三点到四点这个时间 同一天 早上是刚刚去的是法权 下午就到朱伦老人公寓 有一个读经班 我们用大字版的圣经 跟一个言经事义的材料 然后有七个阿公阿嬷 我们就会轮流读圣经 现在读的经度是罗马书 我们就会每个人轮流开口读 然后选一句最喜欢的话 一起分享一下喜欢的原因跟心得 大家一起也有唱诗歌 展展自己的见证的时间 每个礼拜都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关心社区的老人家的事工 平常我们也就会跟松山区公所社会科的社工员合作 关怀社区的极难家庭 那关怀的时间是有个案进来 我们就一天内通报就要去访试 这些有困难的家庭 那这些家庭遭遇的困难 大部分是有的是病痛的 得了癌症 有的是末期 他们失去经济的供应 那我们必须要透过社区的关心 教会的期许 陪伴跟关怀 让这个家庭再站起来 那我们做了这个工作 已经差不多 前后应该有五年了 接触了一百多个个案 那曾经有两个个案 就是因为教会的关心 进到教会来受洗 那我们觉得非常的高兴 那也有一些没有工作的 这些失业的人 因着教会跟社会科的帮助 重新找到新的工作 恢复了这个经济上的困难 就解决了 那这些事工让我们看到 就是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应该要 伸展到这一区里面 我们不单在教会里面 彼此相爱 那我们也应该爱人如己 我们应该 秉持着耶稣基督的 这样一个无条件的爱 去出去 今天我们来到 安养机构 也是应该秉持这样的事 上帝爱我 我们不要把这个爱 留在教会里面 应该好好的 把这个无条件的爱 要留出去 那我们的生命才会丰盛 把我们的喜乐跟平安 也带到身边的有需要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 太多的苦了 太多的不如意了 太多的困难了 很多的不安定 所以我们基督徒 有一个责任 希望把天国带到人间来 基督徒是一群悔改的人 并不是牧师就不会犯错 一样会犯错 但是我们懂得悔改 我们懂得彼此来鼓励 陪伴 然后连每个地方 都可以成为教会 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那我们的使命 就是把天国带到人间 那不认识耶稣的人 可以认识耶稣 那没有盼望的人呢 可以找到盼望 这是我们的使命 请问一下伯特利 伯特利教会 伯特利是 伯特利是创世纪28章里面 提到有一个人物叫雅各 雅各他在离开家庭 因为他得罪了自己的大哥 他是双胞胎的弟弟 他就跑到一个矿野 就是很空旷的地方 他就睡着一个石头上面 那一天他就梦到一个天梯 那一段经文那一章里面 记录到这个地方是叫做伯特利 伯特利的意思就是 就是神的家 天的门的意思 就是你第一次遇见上帝的地方 你生命得到指引改变的地方 你认识神的第一个地方 是伯特利 所以伯特利教会就希望说 每一个来到伯特利教会的人 都可以亲自的遇见神 遇见耶稣之后 他是复活的上帝 你就能够生命改变 你就可以找到 你人生的目标跟意义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 透过伯特利教会这边的一个 彼此介绍认识 把福音传扬的一个 开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更多的认识 上帝认识自己 认识人 你自己存在的意义 那这个伯特利教会在台湾 在是在台湾首创 对我们在45年前 就是我们的老牧师 就开创了这个伯特利教会 那它是一个财政法人 是一个不盈利的机构 它的创立宗旨是 办一些的 有社区有帮助的一些社区服务 那也希望传扬耶稣基督的珍爱 那也可以有一些的 学生的教育 教化的活动 可以转化这个社会 让社区变得更正的一样 在台湾就是这一个教 只有一间 45年了 45年了 那您是第几位教 第六位的传道人 您是做了几年了 我做了应该45年了 所以您是毕业大学毕业就做了 大学毕业 其实我是学土木工程师 我做了五年工程师 然后上帝的 我们叫做呼召 兵丹来了 那我就放下我原来的工程师的工作 然后我就读神学院三年 在中华 福音神学院读三年 然后我的毕业以后 我就回到我的信主的教会 就是葡萄丽教会 继续服务 到现在我都没有离开 从我信主到现在 我在这个教会三十年 我来台湾多久就是 在这个教会多久 不会上帝另外带领我离开 这个教会到别的地方去 不然我不会离开这个教会 因为我认定教会就是这样 是 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是 感谢主 感谢主 谢谢你 谢谢你